何谓天主经 天主经是教会首要的根本的祈祷 耶稣亲自把它教授给门徒们 作为祈祷而言,这是革命性的 因为我们称呼天主不再是遥远的 不可探究的存在 胆战心经扑伏在其面前的全能者 而是称祂为我们的慈父 祂接受我是祂的孩子 不但是我,而是所有呼求祂的人 因此我们祈祷我们的天父 而不是我的天父 那么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父亲 让我们成为兄弟姐妹 天主经有七个祈求 第一个祈求是愿你的名受显扬 我们把天主置于万有之上时 就吸合了这个祈求 基于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祂更大的光荣 第二个祈求是愿你的国来临 统治者的国度不仅在于听取祂的命令 还在于服从 当我们祈求愿祂的国来临时 我们所渴望的不仅是未来的、普世的 而是此时此地 我们被招让天主做我们心灵的主人 在我们心中 祂应该已经做上了王位统治 在那里、在我们心中 祂的国已经开始了 第三个祈求是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这个祈求是我们做孩子该有的信任 我不是能够明白世上所发生的一切 但是天主为了他孩子的益处 主导一切 这一事实使我们获得安慰 第四个祈求是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这一祈求中 我们转向天主 一切美善的源泉 我们祈求生存所需的事物 祈求天主时 我们也确认一下 到底是什么是必须的 第五个祈求是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如果天主宽恕了我们的罪过 我们也要彼此宽恕 我们做孩子的 若不能彼此之间和好 我们就不能与天主父共融 第六个祈求是 求你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这一祈祷中 我们祈求天主在试探 诱惑和困难的时候 站在我们身边 第七个祈求是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我们祈求天主 摧毁我们生命中 罪恶的实力 那样我们就不再是 黑暗之子 而是以光明之子生活 这就是天主经的 七个祈求 像所有的祈祷一样 我们以阿门结束 阿门是古老的西伯来语 意思是 但愿如此 我们以这个词 宣认我们作为孩子 向我们天父奉献的 七个祈求 我们不用太往之下 我们不用太为了 我们不用太误了 那么我们不用太让 太牛人了 如果不不要抵抗 那么就不用太夫 我们不用太后 我们不用太项不行了